日本龍林水省大臣郭司章 星期四出席在灣仔會展舉行家美食博覽 介紹日本出口食物 不過大家都紛紛追問有關釣魚島的主權問題 大批傳媒質問他為什麼日本有權在中國領土釣魚島拘捕香港人 他就堅稱釣魚島海域長久以來屬於日本領土 保釣人士違法進入日本國內所以被捕 而他一直都沒有正面回應日本當局何時會釋放保釣人士 經過多次追問他就說自己星期三才來香港 不清楚正確資料叫傳媒問回日本當局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